花200元点了10道菜 在西餐厅吃席了 真不愧是西餐界的沙县 有没有人学生时代的回忆就是在这里 哈喽我三 今天是年初三 咱们去吃一个西餐 带上俺满满的历史 走吧 西餐界的沙县 有没有人学生时代的回忆就是在这里 给你们看一看他们家的菜单有多绝 减脂人士可以来这里吃水果沙拉了 才9块钱一份 然后汤也是10块钱以内的 烤菠菜才7块 玉米也特别好吃 7块钱 意面都是十几块钱一份 鸡撒也都是十几块钱 超高兴下的 他们家唱以前是6块钱 现在费成了8块钱 然后这边就是各种的肉类 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鸡排 饭类也多了很多生品 这边还有这种烤的饭都十几块钱 还有很多的甜品 等我吃完饭咱们可以来点一下 感觉我今天带的这些红包应该是够用的了 广东人的红包就是5块10块凑一堆 有茶包 就是咖啡机 还有一些碳酸饮料 喝到哪里 我才去拿了一杯喝的 吃的就都上来了 一如既往的素容咖啡的味道 你们如果来萨利亚会选择喝畅饮 还是选择不喝东西呢 咱们就边吃边介绍 这个是曙光女神酱会饭 上面是有一些干烙 还有西葫芦 我超级爱吃这种黏黏糊糊的饭 酸酸甜甜还带一点点芝士的奶香 它们的米粒是那种粒粒分明圆润饱满的 哇 还有培根在上面 萨利亚它很便宜 它的份量也不会很大 就适合你特别馋 而且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可以来这里大吃一顿 它的酥葫芦特别的解腻 酸甜的酱配合着培根 在里面又带来一点烟熏感 你好 谢谢 好的 他们上餐的速度真的很快 第一道彻底把我整开胃了 放上面了 哦 放上面也可以 行 谢谢 你吃完 然后再拿就是拿下来就可以 好的 好的 谢谢 这一个是他们的蒜香黄油蜗牛 配的是小面包 这个蜗牛可以把它放在烤面包上面 搭配着一起吃 被黄油泡过的蜗牛它特别的嫩滑 并且蒜香风味十足 几口就没了 把它全部混在一口吃 这小面包外面烤得特别的焦脆 里面很松软 这个是新品牛杆军意面 22块钱 每一个面条上面都挂满了奶油 还有芝士 芝士是微微带点拉丝状的 嗯 这个煮到你 谢谢 意面它煮的软末程度是正正好的 不软又不硬 挂满了那个奶油的香味 这个应该是军糊 还有鸡肉 吃到底下稍微会有点咸 上勺子吧 这个新品还行 就是稍微有点咸 突然觉得拿咖啡是对的 还挺解腻的 来尝一下这道 义式肉丸配蒜香芋排 它上面是有一些蒜蓉酱 然后三颗肉丸 一些薯角 玉米菠菜 还有酱 这个才26块钱 把它上面的这个黑胡椒酱 给它倒下去 嗯 嗯 这鱼不嫩 肉质稍微有点黏 细品还有一点腥 不过它是五股的鱼 吃起来就特别爽 也让它这个铁板边边的鱼肉特别香 又尖椒了 它们家的玉米特别甜 就是那种罐头玉米 菠菜 我爱吃菠菜 薯角 是那种外皮脆脆的里面糯糯的 尝一下它们的肉丸子 我看外形以为它会很干吧 看 还蛮珠奇的 是真真实实能吃到一种肉感的 不是淀粉感 它外面是炸过的 然后里面是那种肉米煮成的 轻轻加下去只有汁水 好像还加了一点黑胡椒在里面 这个是我每次来萨利亚都要点的鸡排 鸡已经被烤得焦脆了 刀切下去的时候它的油脂全部都爆出来了 超直的嫩 肉的鲜嫩多汁 和烤的焦脆的鸡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剩碗和脆之间的碰撞 真的吃这个一口大满足 尝一下这个肠 它的肠 它的肠是那种脆皮的 里面巨嫩巨嫩 真的有点小辣肠那种口感 好好吃啊这个 这个 这个是奶油土豆泥 这个土豆泥是13块钱 但是它的分量是真的有一点少 好绵好奶的土豆泥啊 棉花的同时 里面还会带一点土豆的颗粒 看这一层 这一整块都是芝士 随得我刚刚那一口芝士的含金量 这个是马苏里拉芝士小披萨18块钱 咱们看一下它还能不能拉三 被我放了有点久了 勉强还是能拉的 它这个披萨饼底 特别特别的软 芝士给着很多满口的奶香味 吃到披萨边边的时候 咱们可以给它扣一勺子土豆泥上去 我真是个天才 这么厚一层全是芝士呢 饼底只有一点点厚 三片叠一起吃 芝士全宴 芝士全宴 全当是饼 芝士就是那个 第二轮我去打了一杯黑加仑汁 黑加仑汁的味道就像是那种水果糖充水 但是它酸酸甜甜还蛮解腻的 上了一道黑暗的墨鱼汁意面 不比而来就是那种很重的海鲜的腥味 我身边的人对它的评价是两面极端的 但我还蛮喜欢吃的 就是吃完了之后你会获得一枚口黑装拌 它里面还会有一些鱼圈 你们觉得萨利亚最好吃的意面是什么口味 我觉得是番茄肉酱意面 那个真的很好吃 一定要把这八块钱喝回本 蒸蒸肉酱焗饭 这个饭18块钱 上面是满满的肉酱 然后旁边是芝士 进行一个充分的搅拌均匀 我这人就是对这种黏黏糊糊的饭 毫无抵抗力 酸甜软糯 在这碗饭里面全有了 还带点奶香 真的很喜欢吃烫饭 哇好好吃 光吃芝士肯定会有点腻的 他又加了点番茄在里面 可惜没有糖心蛋 要是打一次糖心蛋下去更绝 草莓番是柳汁 它这个颜色还怪粉的呢 草莓糖的味道好重啊 好歹还是8块钱的畅饮了 得多喝几杯 谢谢 最后一份甜品提拉米酥 它长得好像三个小房子 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还没化冻的 这种硬挺状的 咱们就直接啃了 好冰 嗯好好吃啊 它上面像冰淇淋一样丝滑 下面是一块饼干体 饼干是被酒浸过的 有那种很明显的酒香味 中间的部分嚼起来会稍微带一点点冰渣 而且它这个甜品不会很甜 上面的巧克力粉是带点苦味的 这个是16块钱一块 我觉得很值得尝试 今天一共是点了10样 花了194块钱 打包盒是1块钱 基本上均价就是十几20块钱 好啊大家觉得今天这顿饭性价比怎么样呢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喜欢算的视频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哦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